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我要以作家顾湘的第一人称来为你解读一本书。今天要为你解读的书是我最近出版的小说集《老实好人》。这本书里收集了我从2017年到2022年之间创作的11篇小说以及微型小说,也就是11个故事。 这本小说集的书名并不是在写之前起的,也就是说我并没有一开始就想好了一个主题来写。反而是在2022年,我写完书里的最后一篇小说之后,才想到了老实好人这四个字。 很多人问我,生活中我们谈起身边的某些人常常会称之为老实人或者好人,但我为什么会想叫老实好人这四个字呢? 在2017、2018年的时候,我和一个朋友聊天,他也看了我当时写的收在这本小说集里的前两个故事,炖牛肉和音乐节。 我们有点开玩笑的,就把这两个小说里的男主角称为老实好人,就有点像是平时大家说发好人卡的那个好人。 一个各方面条件可能挺好的,但你就是不爱的人。 在这两个小说里,女主角都在跟那样一位男性处在一种可有可无的关系里,沟通、约会,但并不觉得生命中会因为拥有这样一个人而发生质变。 另外,如果从更深的道德思辨角度来考虑,我想之所以把这本小说集叫老实好人,首先因为我很喜欢好人这个词。 我上戏剧学院的时候,看过一个著名的剧本叫《四川好人》,是德国知名剧作家布莱西特的作品,说是有三个神仙下凡来寻找好人,找也找不到,后来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好人,可能是世界上唯一的好人。 但即使有神仙加持,这位好人的行善之路也走不通。 所以说,在糟糕的世道里,最好的人也只有变坏。 另外,美国作家奥康纳曾写过一篇美国南部社会背景的小说,充满了宗教意义上对于道德善恶的思辨,就叫《好人难寻》。 最后,张爱玲在《红玫瑰与白玫瑰》的结尾,有一句大家很熟悉的话,第二天起床,郑宝改过自新,又变成了个好人。 你看,如果我们认真讨论或者思考下,好人是个在不同场景下含义很丰富的词,并不是一个空洞抽象对于他人道德行为的褒奖之词。 所以,我也想把它用在小说标题里,引发读者的思考。 而且我觉得这四个字挺好听的,这也是我和我朋友聊天时经常用的词。 在第一个故事《炖牛肉》里,男主角是一位汽车工程师,待人诚恳,有锻炼的习惯,把自己家里收拾得很干净,还自己做饭。 这些不是他自己一开始就一股脑端出来的,而是在与女主角接触过程中一点一点被他发现的。 他每发现一点,就有一点被打动,会想跟他再接触接触试试。 由此也可见,他没有爱上他,至少不是那种一头扎进去的恋爱,所以才会想要不试试。 他们最后会在一起吗? 我没有写,也许还是不会,但也说不定。 偶然事件会影响事件的走向。 上班族到底要去哪里找对象呢? 找不到十分喜欢的人和有点喜欢的人在一起可不可以呢? 这些是我在这篇叫《炖牛肉》的小说里写的事情。 音乐节则是一个大龄女青年和一位男性上班族去看音乐节演出的故事。 在音乐节现场,她回想起了世纪初最为文艺青年北漂的日子。 随着后来生活成本越来越高,节奏越来越快,文艺青年们很难再像以前那样生活下去。 她们去上班,或离开大城市,回到家乡。 其中也有极个别坚持并且幸运的人能够践行原来的生活方式。 在小说里,女主角的男伴对这一切一无所知,沉浸在观赏音乐节的兴奋中。 女主角在黑暗的舞台下则有些惆怅,为了过去种种已成往事,也为了身边人对自己一无所知,并不能真正了解自己。 这篇写的也不是爱情,我想写的是时代变化,空间的紧缩。 女主角怀念的与其说是过去的恋人,不如说是曾有过的,后来没了的,自由烂漫的时光。 上面说了我对于老实好人这个称呼的第一种理解。 但在另一方面,有一种老实好人,也可能是一个能力和性格都非常庸长,从而让他没有办法去选择恶的人。 我认为这个世界上,可能只有少部分天生具有反社会与病态人格的人,才能称之为真正的恶人。 很多人之所以被称之为老实好人,是因为他们做的坏事,也可以称为一种普遍的平庸之恶。 也许对他人造成的损害并不大,也许仅仅有过几次,第二天就改过自新了。 于是本着这种认知,我在小说《夏沉》里写了这样一个老实女人和他的前夫。 那是一个在许多人看来是成功人士的人,他的主要生存手段就是大声吆喝他的成功,贩卖他的成功学。 在互联网时代,我看到有许许多多这样的人,他们可能自称连续创业者,但其实这说明他们屡败屡战,但依旧不肯放弃。 他们一直在到处吆喝,以前信风头,现在信信众,他们可以靠信众,也就是学员的供奉来生活。 其实古往今来都有这样的人,但互联网通过信息的迅速传播和抹平人与人之间的时空距离帮助了他们,使他们能更快更多的找到潜在的信众。 在小说里,他遇到了一个做微商的女人,谈起了轰轰烈烈的恋爱,他们两个惺惺相惜,气味相投,一起吆喝,笑过翻倍。 但他们是坏人吗?也不算那么坏,是吧? 其实想想,男主人公有些方面还挺好,挺仗义的,也许在他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里,他们自己不过是努力奋斗,积极进取,并且行之有效。 很多人都是这么干的,他们觉得只要能挣到钱就行了。 这种情况实际反映了浮躁的互联网商业时代的一个通病,那就是有一种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不仅定义了一个人的社会价值,甚至还取代了传统的道德标准。 这种所谓的成功论调就是,只要某人能拥有名声和财富,他甚至会在道德上都等于拥有了某种优越性。 不过我自己最感兴趣,或者说最喜欢的,是我心目中的一种高标准的老实好人,也是这本书里最主要呈现的一种人物,一种气质和风貌。 虽然各个人物都有所不同,但相同的是,他们都是不太随着外界环境发生变化的人,他们不追名逐利,不那么脑筋活络,见风使舵,而是那种时代弄潮儿的反面。 他们就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待着,安安静静地,也不怎么打扰别人,麻烦别人,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坚守某种东西。 正直,诚实,不贪婪,只想做点自己的事,保持自己的节奏。 这种人在周遭的人群中,可能是不怎么显眼的人,也可能有点格格不入,因为他似乎跟这个喧嚣的,突飞猛进的,要求大家都在积极进取,奋力拼搏的世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是一个另类。 我喜欢这样的人,我想把目光放在这样的人身上,我觉得一个好的世界里,应该有这样的人的容身之地。 在这本小说集里,我专门写了一个作品,叫《敬老卡》,写的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叫顾存星,是生活在上海浦东乡下的一位老人。 这篇小说的情节很简单,就是写顾存星,有天一大早从村里出发,坐了许许多多站地铁,从上海的最东边坐到最西边,然后又倒了六辆公交车,到苏州去游玩。 就这样玩了一天,晚上又回到家里,就是写了他这一天的漫游。 而他这一天做的这些公共交通,用的是他的老年卡,所以是不花钱的。 再过不久,老年卡可以免费乘车这个政策就要取消了,改成给老人发150块交通补贴。 所以可以想象,很多老人是不会用那个补贴再出来到处坐车玩的,而是会把这笔钱用来应付更紧迫的生活刚性之处。 所以,小说中的时间点,就是顾存星在这还可以免费乘车实现旅行自由的最后几天。 他感到自己必须到处去看看玩玩,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儿,简单的一天。 但这篇小说是这个小说集里最多人喜欢的作品之一。 顾存星是一个非常勤劳淳朴的上海农村老人,也是我的邻居,其实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 去苏州这件事儿,以及小说里的所有事情几乎都是真的。 我小时候在上海市区长大,干过好几份工作,时间最长的一个工作是在一家周报的文化版面当编辑,也会像记者一样出去采访,做一些书、艺术展览、器具演出这些方面的内容。 每周写稿子,看稿子,排版面,但是我还是很想干我自己喜欢的事儿,就是写作和画画。 于是我就一边工作一边想,什么时候能辞职干我自己喜欢的事儿。 后来我就辞职了,住到了上海最东边的一个村里。 这个村叫赵乔村,我也为他写了一本书,就叫赵乔村,是一本散文随笔集。 赵乔村是一个很小的村子,也没什么特别好看的,不过如果你在村里走一圈儿,一定会被顾存兴家的小院子吸引。 因为那个院子里有菜,有花,有瓜棚豆架,有水池小径,全是顾存兴凭着他的勤劳打理出来的。 打理小院子这件事儿,真的需要付出很多的辛劳,这跟钱没有关系。 顾存兴和他的妻子生活非常简朴,因为他们家住得离我很近, 我时常去他们家院子里玩,和他们聊天,就相当了解他们的生活。 有时候顾存兴会告诉我,他去了哪里玩,比如去社区文化中心看免费的电影, 或是跟那种要卖东西的旅行团去上海周边短途一日游,但他能坚决不买东西。 用老年卡乘车去苏州这件事儿,就是他告诉我的,我一听就觉得很了不起。 那时候还没有人在网上说乘坐公交车跨城旅游的事儿, 他自己随便说说,没太当回事儿,但我非常喜欢,而且他有个小本子,会沿途做一点笔记,我就说你能不能给我看看。 他就给我看了他那个小本子,里面会写几路汽车到什么站, 比如看到一个范仲淹的雕像,他也会写范仲淹,记下他的生足年。 看到一株千年银杏,他也会认认真真记下来。 不过呢,因为他不是一个写作者,他没有那么多的观察感受能给我说出来,他只记了简单的几个字,说起来也就几句话,就把他这一天的事儿说完了。 于是,我就按照他走的那条线路去做了一遍,一共是53站地铁,194站公共汽车,去看看他这一路看到了什么,然后写了这个小说。 后来我仔细回味一下,感觉这个小说大概也有点美国公路电影的味道。 虽然顾存星这一路上也没有什么跌宕起伏的遭遇,如同他一生的缩影,既平凡又了不起。 但我就是觉得任何一个人活了几十年的一生,其实都挺波澜壮阔的,难免经历许多风风雨雨,都挺过来了。 在小说里,我也穿插了一些顾存星对自己人生往事的回顾和追忆。 在我看来,人活到老这件事本身都是一次了不起的远族之旅。 在《老是好人》这个小说集里,受到最多人喜欢的一篇叫《和平公园》,说的是一个失去了爱人的中年男性,在公园里漫步,遇到了一位正在为自己的宠物兔子哭泣的中年女性。 她生病,要去住院了,可是没人照顾她的兔子。 她年迈的母亲把她的兔子扔到了公园,于是男主人公出于好心,领养了她的兔子。 小说后面写的就是这个独自生活的男人,一边养兔子,一边怀念过去的爱人,偶尔与住院中的那个女人发生一点联系的事情。 这个小说的开头,也诞生于我的真实遭遇。 我真的在逛和平公园的时候,遇见了那样一位马上要去住院的女性,她在为她的兔子痛哭。 我当时就想,天哪,太惨了,自己老了病了,还不知道能不能治好。 宠物也老了,母亲更老了,还不能接纳自己的宠物,把她丢了。 我自己有两只猫,已经十九岁了,我跟我母亲的关系也不太好。 因此这件事,当时就深深打动了我。 我一直记着这件事,直到后来想啊想,把它变成了一个小说。 在这个小说里,女主人公的母亲拒绝照顾她的兔子,把兔子扔了。 男主人公与她的父母关系非常疏远,而她过去的爱人的家人,则拒绝接纳他们的关系。 我有时候看到网上也有很多家长嘻嘻哈哈或满不在乎地对待小孩的伤痛,轻易扔掉或毁掉小孩真爱的东西。 这样的大人并不在少数,而且有时他们自认为是爱你的。 即使等小孩长成了大人,这些家长仍然把他们当小孩。 即使我的女主人公五十岁了,她仍有一个母亲会扔了她的兔子。 我就觉得,在这种关系里,这个当子女的人,永远有一种孤独感难以排遣。 在这篇小说里,我想传达出的就是这样一种孤独感,就像王飞歌里唱的,反正最后每个人都孤独。 但是在这种孤独感的另一边,也是有很多温情的。 爱人,朋友,不能完全接纳我们的父母,萍水相逢的过路人,乃至我们的宠物,都带给过我们许多真真实实的温情。 总之,我们中的大部分人,就是在一点凉薄和一些温暖里活下去的。 我记得我刚上大学的时候,就看过一个剧本,《曹宇的北京人》。 里面有句话大概是说,活着就是一段凄凉而甜蜜的日子啊。 当时我就特别喜欢这句话,是这样的,我觉得人生就是凄凉而甜蜜的,这是一种我们无法拒绝,难以反抗的现实。 不过,如果有别人问我自己最喜欢这本小说里的哪一篇,我可能会回答说是书里的最后一篇,名叫《球行海鸥》。 如果旁人再要求我给出一个理由,我会简单地回答说,因为里面的人最像我。 当然这是一个简单省事的回答,原因不全是这样,只是这样对我来说,方便到简单粗暴。 《球行海鸥》这篇小说写的是,一个工作以后又去念书的刘日女博士,在日本遇到了一个学习不大好,整天玩游戏的男生。 他们相遇的时候,那个男生正在社区小公园里玩AR游戏,就是那种类似抓宝可梦的,要到外面玩的游戏。 公园里的一个雕塑,正是游戏里的一个据点,那个雕塑就是一个球行海鸥。 小说里写了不少打游戏的内容,除了那个要出门走来走去玩的AR游戏,还有一些第一人称射击游戏,占地,使命召唤的。 这些都是我自己在现实中常玩的游戏。 以前小说里的人常常在打牌,打牌应该是他们生活里很主要的一项活动。 我想我的作品里也应该反映一下时代的变化。 打游戏是现在年轻人生活里占了很多时间的一个活动,但是写的人好像不多,我要写一写。 《球行海鸥》是一个爱情小说,其实我之前没怎么写过爱情,因为我觉得爱情很难写。 我也不知道在小说里两个人好上了以后该怎么处理。 很多世界名著或是有名的爱情电影,比如《傲慢与偏见》,都是写两个人怎么从一开始认识到怎么好上,一好上就是结局了。 或是始终没有在一起才可以接着写,比如《半生缘》。 所以我想试试写写看爱情。 而且我不觉得爱情发生一定要忠诚眷属。 忠诚眷属是另一回事,爱情可以暂时什么也不想, 就不管不顾了,两个人就在有限的日子里,尽情享受一种未来不知道在哪里的浪漫,专注于当下。 说到这里,我想给你们读一下这个小说的结尾。 小说里的我,就是我用第一人称写的女主角。 结尾是这样的,我将目光投向远处,感到我们就像浮游生物,枣泪和糖块,浮沉在时间的河流里,并慢慢溶解其中。 我们的此刻正一起融进山和海,海面上正闪耀着无数细碎的波光。 那些林林波光,还有悬崖边和山间里的白色水花,时影时线的青台,站台上的鸟叫声,数码摄影的水母,闹市中的卡丁车。 来过村庄的海啸,海啸还会再来的海岸。 一些念头,水蒙或浮游般的一生,比庙宇高得多的树,每一刻,都被我认真而用力地吸纳和储存在心中。 无谓短暂或长久,真实或虚幻,全都真实无比。 我望着海的平面,想着,这颗地球正在旋转,世界或许正在缓缓倾斜。 如果来日,我所站立之处,变得干涸贫瘠,生活皱缩起来,我也将凭着储藏在心里的水,像苔藓一样活下去,并使我脚下一点石头,化作土壤。 之所以写成这样,是故意的。 男女主角有没有在一起,是否分开时痛哭流涕,在我看来这些都不重要了。 他们两个人在最后确认了是真的互相认真喜欢过,曾经在一起过,就够了。 曾经在一起过,以后也有一部分永远留在记忆里,不但留在记忆里,也留在山啊海啊里,山和海也同样留在记忆里。 我们在这服饰上既是短暂的,如雾如电的生命,也好像会长久地通过这些制造的印记,长久地存留下去。 小说里的大部分故事都是我2022年因为疫情待在村子里写的。 有人会有点惊奇,我在居家不出的状态下,居然写了这么一个恋爱的,到处漫游的小说。 它可能看上去是个挺浪漫,甚至风花雪月的小说。 里面的人不管不顾的恋爱、漫游。 我想着爱情、自由,比人类社会更永久的大自然,来度过足不出户的日子。 想着这些事儿也是一种抗争。 那个男孩玩的游戏,说出了人类历史上重复发生了那么多愚蠢的事。 在小说里,我还写到了一次地震。 这次地震虽然在小说里跟情节没什么关系,但它暗暗标志着一个时间。 那是2018年6月发生在大阪的地震。 小说里的场景什么的都是真实存在的,虽然我不一定会具体写出那些地点,但在我心里,每个人物,每个场景,我都会把它设定得非常真实。 比如我知道和平公园里的人住在哪里,在哪里上班,干什么工作,去到哪个医院,可不可能跑这么远。 这个球形海鸥也是,男女主角分别上的是什么大学,这两个大学之间的距离,女孩的宿舍和男孩租的房子的位置等等。 所有这些我都要考虑好,在我的脑子里打好一个非常真实的基础,然后我自己才能相信它,才能开始写。 在2018年以后,这两个人分别后又过了一年多,世界就忽然变成不那么便于旅行的一个状态,开始有点停滞了。 大家都或多或少被困在了某个地方。 即使这样,我想,我见过那些山和海,即使未来仍被困住,或生活更加艰涩干扁,我也可以靠我心里的山和海,靠我知道山和海永远在那里,来像苔藓一样活下去。 而且要把石头变成土壤。 你知道,苔藓它储存着一点点水,可以非常非常小而缓慢的,一点点把它脚下那块石头变成土壤。 就是我最后那一段写的,那个女生毕业以后,她可能也要回到现实生活里,未来的生活很可能比过去的更难,但我们要挺住,而且永远不要忘记那些美丽的事儿,自由的感觉。 其实,静老卡也是在有限的时间期限里尽情漫游,一个人受到特别多的限制,但还是要拼命漫游,微小,敲劲而壮丽的去生活。 这应该是我最喜欢这个小说的一个理由。 说起来要有这么多话说,的确是说那两个人比较像我更方便呢。 这本小说集里,还有好几篇特别短的小说,比如卖燕子的人,留下的狗,还有一个男人遇到他小时候就见过的锦里的故事。 这些短小的故事,乍一看和那些长的感觉不太一样,好像都有点魔幻,狗会说话,锦里也会说话,本来应该是燕子的东西变成了蝙蝠,到底在说什么呀? 也许有人乍一看会是这个感觉,但其实说的还是人的故事。 比如说那条锦里,比较长寿了,也挺过了许多磨难,还会说人话,那算是一条天赋异禀而又运气还不错的锦里了吧。 然而呢,他也不过就是被人放在商场的池子里供小孩喂食,这能算运气好吗?感觉处境也不是很好。 人也是这样啊,就算平平安的活着,已经算运气不错了,你的聪明才能与处境好不好,并没有必然联系。 这些小巧的故事,就像大故事间的气口,像以前我们听一张专辑,歌与歌之间有时会插上一段小东西,虽然短暂轻巧,但有时候别有韵味。 我感觉自己的小说也许就是这样的东西吧。 总之,这是一本得到了许多诸如轻盈幽默太好笑了的评价的小说,但我明明也写了很多悲伤的事情呢,我想可能我这个人就是自带一种幽默底色的,自然而然写出来就好笑了。 有的人存心讲个好笑的笑话,结果也不好笑。 我小时候写过一篇小说叫《为不高兴的欢乐》,虽然现在看挺幼稚的,但是标题我还是很喜欢的,就是我可能赞赏轻快这种东西,哪怕是悲伤的事。 比如,我挺喜欢的港台新派武侠小说家古龙,他写过一部《欢乐英雄》,书里的四个主人公虽然身怀绝世武功,也都是符合普世价值的好人,具备各种优秀品质,其实过得很穷很苦的,但他们依旧生活得欢乐,以乐观的心态去对待他们遭遇的各种变故。 多年前,和另一个女作家聊天,她跟我说,我喜欢一个人五分,能表现出来十分,让她相信我是十分爱她的。 我说,哎呀,我喜欢十分,只能表现出来两分大概。 举重若轻地处理浓重的感情,可能是我的底色。 我觉得,一些和你有通感,能够引发共鸣的读者,并不需要看到我在文字里故作苦大仇身或哭天抢地,泪水连连地讲述,就能充分感受我的情感。 所以,恰当和克制也能构成好作品。 这部小说里几乎所有作品,既是我自己经历的事,也是我想表达的一个主题,这样挺好的,我确实不喜欢那种很沉重的感觉。 所以,你才能看到这些有趣的人物,又丧,又笑嘻嘻的。 比如《求情海鸥》里,主角每天说着,好想死啊,却被人觉得是最开心的人。 好了,到这里,这本《老实好人》的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里,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